好了,創下歷史 愛美麗、艾曼尼正式成為今季首個Big Six教練 主場對藥隊用三中堅 雖然摩連盧都試過對藥隊用三中堅 但曼聯主場未試過用三中堅對藥隊 所以艾曼尼就創下歷史 之前艾曼尼有終極有錢武後 而今天的三中堅還要用到最保守的那隻352 戰術層面上極端地多元化 曲線的事情就講完了 現在就開始講回正經的事情 艾曼尼就是我所講的艾曼尼 或者艾曼尼就是我所講的艾曼尼 這個人真的沒有什麼中庸之道 之前就終極有錢武後 今天的三中堅最保守的那隻352 只有兩個進攻點 總括而言 根據足球理論 人家是藥隊來的 還要作客 通常去到你的主場會收縮防守區域 作為比較強的艾曼尼 主場用三中堅通常都要面對密集 三中堅無法主攻的事情 就講到口都爛了 你看看上一季乾地玩三中堅 英超最後排第幾 是沒有前四 上一季車路士玩352 面對著密集 通常都要靠靈感下臣 靈感上身才有波入 但是阿仙奴陣中有哪個球員 有這種能力呢? 以阿仙奴球員的個人能力來講 352面對密集 其實是接近很難做到事情 阿仙奴用352 其實這樣做是找自己笨的 好啦,我當艾曼尼 今次都真的看準時機 哈德斯菲爾德是一支 喜歡打來回高速球或進攻的球隊 而事實上哈德斯菲爾德 也真的走去做故意壓迫 去進攻 阿仙奴可以打來回高速球 可以打反擊 甚至乎用三中堅的話 可以送哈德斯菲爾德進入主攻陷阱 我當呢 都不是當的 都可以說的 就是艾曼尼 是看準時機才用三中堅 是有理據用三中堅 那這裏呢 我同意 但是呢 都應該是用3-4-3 而不是3-5-2 3-4-3 起碼呢 都是多一個進攻點 打來回高速球會比較好 但是3-5-2 前面兩個進攻點 根本呢 是沒有什麼快攻能力的 那去到最後呢 都是要靠兩隻閘上去助攻幫手 那你打快攻反擊 用邊路就迂回了 浪費了時間的了 那一場對熱切上半場入不了球呢 即上半場入不了 你應該要入的一些快攻的運動戰球呢 那就是證明了其實這一種做法呢 是沒有板斧的 那其實今場的賽事呢 哈德斯菲爾德的防守呢 是經意很差的了 那很普通的 是明明明的 都經意搞得定哈德斯菲爾德的了 上半場哈德斯菲爾德呢 是已經有嚴重的犯錯出現了 那但是阿仙奴的球員呢 是不夠級數去把握嘛 那阿仙奴呢 就更加不應該用3-5-2啦 應該用四個進攻點去攻爆對手 那產生有足夠的壓力的話 令到對手的嚴重犯錯 失誤次數增加多幾次 那阿仙奴呢 就能夠呢 就算不夠級數也好 那麼多機會 你都起碼把握到一些 那大部分機會呢 你其中把握到少少的話 都起碼入到超過兩球球 那但是如果呢 就是用3-5-2 只有兩個進攻點呢 那還要跟別人打來回高速球呢 如果是瓜分了一些機會 給對手減少了自己的機會的話 這樣呢 威脅到對手後防線的時間就不夠了 那對手出現嚴重犯錯的次數 就會減少了 那就會不著數了 那上一場的賽事呢 我驚意就是叫了艾曼尼 千萬不要呢 就是對藥隊的時候用三中堅 那誰知道原來呢 他真的繼續用哦 這次呢 還要弄個3-5-2出來 這樣呢 是很可怕的 我們呢 是會很擔心 艾曼尼究竟 他知不知道自己是為何贏到熱刺的呢 究竟呢 他知不知道三中堅呢 是單是對強隊的時候 才有效果的這個道理呢 而這件事呢 我就怕了45分鐘 即上半場很害怕 那幸好呢 就是艾曼尼呢 都秉承了今季半場會反省的進步 那下半場就不用三中堅的了 那用這個4-3-3 那4-3-3呢 同樣可以打來回高速球 還多回個進攻點 好多了 那就算之後哈德斯菲利德 是收縮防守區域都好 你用這個4-3-3的阿仙奴呢 面對著密集都容易一些的嘛 那起碼呢 都真是試過啦 在這個4-3-3的結構底下呢 就進去禁區裡邊呢 就是底線那裡 地波傳中 產生到一些機會出來的嘛 那再三強調呢 就是哈德斯菲利德的防守呢 是很差的 那有足夠的進攻點呢 壓住來打擊的話呢 不要把機會掛分給他們 把所有機會呢 都給阿仙奴自己的話呢 對方呢 是很快撐不順的啦 那你照樣大腳打擊上面 去上那裡 即是鴨仔球都會被阿仙奴進的 今天能夠進到球的時候 是用4-3-3的 不是用3-5-2的 所以阿仙奴今天要贏球 贏得這麼驚險就很無謂的了 如果正選的結構一組是4-3-3的話 根本這場賽事主場是很穩陣 上半場領先,下半場拉開紀錄 有酷筍球這樣贏是可以很簡單,很輕鬆贏的 但艾曼尼總是要令阿仙奴球迷抹一壓汗 即是現在的數據看到 阿仙奴永遠都不能上半場領先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就是領先了一球之後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 不控制比賽節奏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還要高速進攻 不停加速 左右兩個後衛還要不停上 搞到出現了那個哈德斯菲爾德的反擊黃金機會 差點被人搏了個十二馬 那一次有前無後,兩隻集上去了 打回頭就只剩下 這個Papa對著迪普特列單對單 就沒有人幫Papa 搞到Papa就很心急了 結果用了手部動作出去 差點是有輸十二馬的危險 今天所提及過的種種問題 我都希望艾曼妮可以吸收到 可以改善到 不過其實這些教訓 就根本不應該是現在這個時間去吸收的 應該是考教練牌的時候 或者做副教練的時候 就要學會的了 來到這裡 大家希望學會了怎樣 這樣點擊廣告、按廣告、彈廣告 還有播完廣告 這樣做才可以令到小弟有一點點收入 有一個專業地生活下去 還有繼續堅持每天免費 為大家出到片的 最近的小兄弟們要考試 不要緊要大兄弟們幫幫他們 點擊廣告、按廣告 揭回一定數量的做法 那就能幫到手 而小弟當然是感激不盡 這裏就是手機的朋友那裏 留意片的下面有固定的廣告字眼地方 大家按下去就可以了 就是彈倒廣告、視窗出來就可以幫到手 電腦那裏你發現沒有廣告 那相信就是你電腦那裏 裝了一個blog ad程式 檔廣告程式 只要你認識了程式的話 你會發現電腦裏面 就會有banner、廣告片的 右邊有些廣告 大家只需要按下去 彈倒廣告、視窗出來就可以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最前 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 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裏面 找廣告link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下一條片再見不禮 再見